今年就會建議大家保守的去做投資 尤其不要去買那個很容易從MFT變成JPG的那種東西 大跌了對不對去年就講會跌 今年年初再講一次 現在就大跌了 然後大家好 同學或粉絲都會視訊問我說 為什麼我們常常就是 很高的時候你想要買 結果一買他就掉下來 台積電大家買在六百五十幾塊這樣 很低的時候你又不敢接 結果等到你 鼓起勇氣 我要相信巴菲特 定要逢低埋進 然後 他已經高了 大部分都是這個樣子 包含我自己都是這個樣子 我會看可是我總是 覺得這個時候 真的到了嗎 絕大多數人 我們都很容易受到這個情緒的影響 在投資上面 然後 容易買在高點 然後賣在低點 因為你怕一直跌你很害怕 我們跟網路上非常有名的 騎士公爵蛋糕 他們在情人節 推出的 三四種巧克力 來做合作 只要去買他們的巧克力 就可以得到 我們所有的 課程 的折價券 買他們的巧克力 你來上課 我們就會大折 他們的巧克力 是有 一點文青風 老闆總是會用 很有特色的口味 去做他的 蛋糕或是巧克力 口碑是相當相當好的 然後更重要的是 這個老闆 也常常跟著我們一起做公益 幫助拼向小孩 大家可以在需要送禮的時候 考慮一下 騎士公爵 那也希望 大家可以好好過青春節 先跟大家說 他會這樣子 不斷的盤緩 慢慢盤旋 慢慢盤旋是 大家在整理 反正受不了的 離開了 然後覺得很不錯 又進來了 盤旋盤旋盤旋 差不多 應該是在 7月中以後 他就會慢慢開始往上走 為什麼呢 因為 全世界應該是在這個夏天 會絕大多數的國家都會解封 我們就開始準備解放了 那我們也可以出國了 所以呢 後面諸多的好消息 那這段時間 大家在整理自己的投資標的 所以你就看到他 起伏伏 起伏伏 那這個 起伏之間 你就可以進去買一下 對不對 慢慢撿 慢慢撿 這樣子 但這個很難 為什麼呢 因為 我們的心情會受到很多的影響 所以 我們來聊一下 長期的 在告訴大家說 任何賺錢的事情都是高度知識跟高度技術的 這個世界上絕對沒有 在沒有知識跟沒有技術的情況下 可以賺到千的 我還是會建議大家 真正希望要投資跟理財 需要去 好好上課一下 學會 有一個 Math老師 他的最大的優點就是 他很認真的在跟你談那個 很基礎工的東西 很基礎的事情 就跟我們在 上指揮斗數也是一樣 很基礎的觀念 才是 解盤的重點 Max老師他自己有多年的投資經驗 他也是知名投資雜誌的主筆 他談的東西都是 很基本的思考邏輯 很基本面的事情 來去看這個市場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當你的技術層面夠高的時候 你就不會憑感覺去做事 因為理性會告訴你 理性會控制你的衝動 就好像我們在解盤的時候 為什麼會 談論這麼多的邏輯 這麼多的理性的層面 你不會在我的頻道裡面 聽到我跟你講說說 哎呀 那個聚門心的 就是 容易跟人家產生口舌 那個 空結心 這個就是 你前世累積什麼業障 你就要多幫助人 否則你一生都完蛋 我不會就跟你談這種 這麼 表面跟這麼 宗教的這種事情 就是因為 如果他是一個 能夠流傳千年的技術 他是一個好的 命理學 那他應該是要很合邏輯的 他才能夠 千年來被檢驗 否則那就是神棍在幹的事情嗎 那我拜拜就好了 不管我有多大的業障 我就去認真拜 那同樣的投資也是這個樣子 為什麼有一些人他總是在市場上可以投的成功 就是 他的理性會戰勝他的感情 而理性的架構 都是要被建立在 足夠的知識上面 那除了知識之外呢 我們也可以從兩個地方 來去看 我是不是很容易 會出現一個狀況 譬如說我的福德工就是我用錢的方式 有天同心 所以我個人一直對於投資這個事情 有某一種懶惰 那這種懶惰會造成什麼事情 會造成 我明明覺得 下個禮拜要跌破 15800 那我差不多該買了 但因為懶惰 所以我就想說那等有了再說吧 好果然他真的出現到15600了 該不該買呢 好啊那我明天買啊 我其實應該當下就買 結果明天 漲花15800了 我就開始想 我昨天看15600 現在15800 那我要買嗎 再掙扎一下 他16200了 這個時候你會開始掙扎說 我本來有機會15600買到 但是他現在有16200了 那不然我再等好了 這種懶惰的個性啊 就會造成我喪失這些良機 所以 有的時候啊 從個性上面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哪一些新要的人呢 他很容易就錯失這個機會 譬如說天同心 譬如說你的財博宮跟福德宮裡面呢 或是命宮裡面呢 帶了煞行的火星啦 情陽啦 陀螺的這種的 糾纏不知道該怎麼辦 或是 覺得不然我拼一下 那這一類的 然後再來呢 會有那種 要想很久的新藥 譬如說 天氣天涼啦 譬如說 太陽天同啦 譬如說 天同天涼啊 譬如說 日月啦 很容易舉起不定的新藥 也都會容易啊 讓你沒有辦法 去做一些理性的判斷 還有什麼呢 還有就是那種啊 非常有自信的 非常有自信也是一種不理性的情況 譬如說 只會欺煞的 只會破君的 只會天降的 或者是那種 無取欺煞的 太陽俱門的 他都很容易喔 在 對於判斷事情上面呢 尤其在對於理財這個事情上面 當他是出現在 命宮或是財博宮 或者是福德宮的時候 就容易會有這樣的狀況出現 尤其是 碰到煞星 那這個時候應該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就會建議 這樣子的新藥的人啊 你要 更理性的去想 我該怎麼辦 多去做一些學習 那這個是個性的層面 那有運勢的層面來講 運勢的層面來講 基本上談到運勢啊 就絕對不會是本命盤 一定要是運線盤 對不對 運線盤上面來說呢 基本上啊 像今年流年命宮在這邊 流年的 財博宮在這裡 而這邊卻剛好有一顆陀螺星 原則上啊 今年所有的人 對於理財上面 都會有一些狀況 陀螺星 只要放在運線的夫妻公 我很可能在感情上會找到不對的對象 在財博宮當然就會找到不對的投資標的 除了這顆陀螺呢 你還有可能大限 財博宮有陀螺 或是 本命財博宮有陀螺 本命雖然不代表運線 可是因為 你整個人 容易對於理財這件事情 不容易找到 理性的思考 那當然 當運線在出現的時候 你也有可能會出現狀況 那同學可能會問說 老師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當然技術好 或是知識豐富 你可以解決這個事情 另外當然就是說 我當我出現這個 在財博宮 或命宮 有陀螺新的時候呢 我這個月先不要做 那同學問說 老師可是今年 一整年 一整年都不要投資嗎 我會建議大家 如果說 你自己的那個財博宮上面 坐落的是剛剛說的那些新藥 而不是 其他一些相對理性的新藥 今年呢 就會建議大家 保守的 去做投資 尤其不要去買 那個很容易 從 MT變成 JPG的那種東西 大跌了對不對 去年就講會跌 今年年初再講一次 現在就大跌了 只要你去看 年獲利率 有超過10%以上的 然後有一堆人在跟你講這個事情 然後不斷的有消息說 誰賺很大的錢的時候 這 通常都是有問題的 因為賺錢 大家都是想要 偷偷賺 不會賺的錢一直出來跟你講 好 希望大家那個 今年 不管你是不是 理性的新藥 不管你運勢如何 至少 我們保持理性的心情 然後呢 慢慢慢慢的 在今年 當所有的人都出問題 而你的錢沒有跑掉的時候 你就 就會變成優先人了 反正好壞寡評 都是比較出來的嘛 大家窮 你沒有變 你也就會變優先了 好 希望大家理性的思考自己的 理財的情況 然後希望大家今年 都可以躲掉這顆陀螺心 謝謝 謝謝